台湾的秋山化 它跟它的流血果壁也有关 我们也希望台湾经过我们的努力 除了完成我们自己以外 台湾的年轻意识也可以发展 所谓台湾的秋山化系统 对于观众来讲很简单 左边右边都一样 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我用病字这两个字呢 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它们两个在对话 因为右边是很流动性的 而且是不同的节奏 另外一个是一个色块 是一个镜子的 因为它不同的色彩 它会影响到左边这张画 它两个对话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所谓的病字 这个位置就是跟空间有关了 画就是所谓的空间色彩光线 那个空间不是一个现实的空间 在一个秋山空间里面 我在处理所谓的 净空间跟副空间之间的关系 周葛艺识教对我来讲 介绍想做一些不同的改变 比如说我以前的我的画 我的色块我都在右边 我介绍尝试一下把它放在中间 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所谓的空间的构情 它空间的对话 对我来讲为什么会两个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旁边是个色条 我希望是说 左边这一块 我是可以泼撒一些流动性的 我先用了一些不同的一些媒介 可以看得出来空间的层次 所以我想环境会影响到一个艺术家 在法国的色彩比较安静一点 跟环境啊 氛围可能是有关系的 我后来发现我回台湾以后 反而色彩用的比较缤纷 可能是这个台湾的环境本来就是色彩缤纷嘛 可能不知不觉我就想 所谓的把这个台湾这个所谓的色彩啊 可不可以放在我的作品里面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所以在秋山画里面怎么表现在地画 我想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可能性吧 像我的画 前一张画跟后一张是有关联性的 因为我前面那几张一个经验的 有的时候我会延续下去 有的时候我要打破它嘛 我来冲过去 我是看到那个 颜色这样再冲过去的时候 它颜色就颜色到它的变化 颜色加起来的颜色就是 它有不同的厚度 不同的工序嘛 可是对我来讲 用黑白我就要打破它的工序 所以除了打破工序 它那个空间就不一样 不晓得为什么 我从以前开始 我很在乎这个工序 你用刀墨机的话 反而用这个刀墨机一磨的时候 你不晓得哪个是在前面哪个时候 工序全部打破 或者我用刮刀啊 对我来讲是 是个蛮有趣的这个 对这个所谓色彩经验 而且是我的画更丰富 我想我这我就做了一些尝试 好 那我来讲的 来说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